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备受期待的古装剧《大梦归离》 这部剧是由郭敬明指导 侯明浩、陈都灵、程香、田家瑞主演的原创古装剧 故事发生在古代 人、神、妖之间的恩怨情仇构成了这部剧的核心 他又明白则令讲述了一出妖妖捉妖的瑰丽传奇 以及一心想死的大妖赵远舟在《求死之路》上重获新生的故事 在六合八荒之间 几个姻缘忌讳的少年追寻着热血之爱的旅程 该剧以《山海经》为蓝本 讲述了大魔王赵远舟 侯明浩饰演在寻找死亡的过程中拒绝平凡 并最终复活的故事 他遇到了自己的官配文霄 陈都灵饰演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 如卓亦辰、田家瑞饰演、裴思静、承潇饰演 白酒、林子叶饰演 英磊、徐振轩饰演等 他们一路结伴打腰 收获爱情 共同维系苍生四海太平 由于该剧是原创剧本 剧情鲜为人知 很多细节仍然扑朔迷离 连女主角的身份也引起了众多猜测 有人说是神女 不过 令人期待的是 该剧已经杀青 敬请期待 小编再要聊一下该剧的演员的近况 首先 男主角侯明浩 很拼啊 无缝禁组 下部剧是古装剧《逍遥》 搭档的女主是谭松玉 她主演的另一部古装剧《少年白马醉春凤》 已经单独出视频介绍过了 有兴趣的剧迷们 记得在本频道搜索看看 而女主角陈都灵 则在最近播出的电视剧《大唐狄公案》中饰演秋月 戏份丰富 在某一集中 就有十分钟和敌人节对话的戏份 小编真的觉得她在该剧中的戏份过多 整部剧不是以查案为主的吗 有她的剧迷 可以去看看那部剧 陈都灵在该剧中的出演 也被认为是她首次担任古装女主角 不过小编辑的电影《花千古》 她不是饰演女主吗 电影版的《花千古》 导演还出了视频解释票房不好的原因 如果你是陈都灵的粉丝 可以去看看她在《大唐狄公案》中最近的戏份 这期介绍到这里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获取更多有趣的电视剧资讯和明星动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